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赶上了儿童节 那咱们今天来聊聊儿童的话题 本来儿童节应该是一个让孩子让儿童快乐的节日 但是我一想想现在国内那种环境 这种孩子他们的成长环境 我就高兴不起来 我也快乐不起来 我国内有一位好兄弟 他们比我小一岁 也三十大几了 到现在也没有结婚 我都问他了 男人嘛 这辈子总是要养一个孩子吧 不然这辈子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他说在中国目前这个环境之下 生养一个孩子 你生了他 生了这么一个环境 让他拿着中国的护照身份证 这就是害了他 这是他的原话 他也比较有钱的 其实你看他我都知道的 一辆宝马两家公司三道房子 这是真实的数据 我都知道 但是他不愿意结婚生孩子 另外呢 还有一个比较知名的那个歌手啊 李健 他说呢也不要孩子 然后别人问他为什么呀 他是他是这么说 他说自己的基因呀 还没有优秀到 必须要有人来继承的程度啊 其实他只是说了一些 是一些比较冠冕堂皇的话 他心里面都清楚 这个当下的环境不适合孩子 孩子成长 我相信啊 没有父母他不爱自己的孩子 但是我们国内现在这个 海复这种生 这种成长的空间呀 环境啊 太恶劣了 你看这个前一段时间啊 就报出那个假疫苗事件啊 每隔一两年就他就报一次嘛 这个假疫苗事件 把它让每一个中国的父母都揪着心了 哎 多少父母他回家一翻开自己的孩子 疫苗本一发现 哎呦 靠自己的孩子也中招了 也被注射过假疫苗啊 揪心了 但是呢 这个幕后的黑手啊 依然活得好好的 哎 逍遥法外 升官 升官发财 吃香的喝辣的 牛招泡舞招跳 哎 那些残害害物的那些人 你看那些 你打开 你打开那个谷歌啊 维基百科 你看一看 平均一年两年 他就有发生这种疫苗事件啊 你看嘛 要么不立案 要么就不了了之 要么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你想想这些害人的公司呀 害人的人渣 他们背后都有人的 他们背后都有政府的背景 他们依然活得好好的 活得比谁 那个 真的是好人死得快 王八活千年呀 行行行 咱们也不光说这个鸡状 咱们也说说其他的啊 这个残害 国内这个环境 害害物的这种事情太多了 哎 你看从这个宝妈 她一怀孕的那一刻起啊 对于害物的这种残害就开始了 以前不是搞那个计划生育吗 什么百日无寒 我打下来留下来就是不能生下来 那个过程太血腥了 因为很多那几孕妇都临产了 临盆了 还要强制的把她给拿掉 哎呀 这个太太太血腥了 那你反而你看看这个美国 现在就是说刚通过的 几个很多州通过的反堕胎法 啊 上面写的 只要侦测到孩子的心跳 那么这个孩子就受法律的保护 就不能去堕胎 那你这相比起来 咱们中国大陆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它有多少生命都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啊 这个老公手上 他沾了多少血呀 沾了多少孩子的鲜血呀 咱不说以前了 就说现在啊 现在就是说那个宝妈怀孕了 顺利的啊 是怀孕了十个月准备生产了 你去医院去生孩子 你生孩子之前你看吧 女的只要一进产房 她家属就在那签各种免责生命 各种签字 各种画押 各种VIP产品 你都要签字 你不签行吗 不签不行啊 剩一个孩子 如果说万二八千的费用 那是少的 有的产妇被推进去 没过一个小时两小时 就升上来了 各种手段还没有来得及 用在产妇身上呢 孩子就已经出生了 那最少的费用也得万二八千 如果说在产妇在那个 在产房里边时间稍长 那都是那都是钱的 生个孩子那都是好几万块 送给医院了 就是在中国把这个医疗当当支柱产业 进了医院那都得消费 都得花钱呀 就只有在中国这个这个土地上才会出现这种事情 咱们的孩子啊 在出生的那一刻 就得先过这么一道关 那么孩子生下来之后呢 以后在成长的过程中 是不是还得要到那些社区医院 去打那种疫苗 打那种预防针呢 那你带着孩子到医院的时候 你又会发现这个医院 这个疫苗这一块 他又在 又在在孩子上做文章 这又扯了疫苗了 绕不过去 绕不过去 这是个话题 他就稍微再多说两句 社区医院嘛 他在给这种孩子的儿童 在注射疫苗的时候 他又会各种推销 各种的时候进口疫苗 想不想打美国日本的疫苗啊 你还抵制这货 抵制美货吧 你抵制什么 用在孩子身上的疫苗 你不敢抵制吧 但是呢 许多家庭 他不是不想打 不是不想用美国日本的疫苗 关键是太贵了 一般家庭负担负担不起啊 要不然的话 没有利润的话 那些医生 那些护士 都为什么给你推销 这些疫苗呢 你说那美国以前 其实疫苗也出现过问题 但是人家政府重视 人家是花了超过半个世纪 花了六十年 才重新让人们去相信 这个疫苗没有问题了 现在的美国 它是世界上 这种疫苗管控 最严格的这个国家 咱们中国大陆这个疫苗 怎么就出问题 关键就是政府的不作为 他们都干嘛的 他们都是吃屎的吧 好 孩子也就是在长了几岁 该上幼儿园了吧 咱们继续说 这个孩子成长环境 你要把你的孩子送到幼儿园 你又面临三个问题 有没有这种合适的幼儿园 让你的孩子去上 如果说是农民工 如果说是打工族 北漂族 没有当地户口 上幼儿园 它又是一个问题 它上学它都是问题 好 就算有幼儿园可以送 第二个 你能不能花得起这个钱呀 咱也不说 咱也不说那些什么 就是我只说我知道的事情 我国内的广东的朋友 他说他那个孩子去送幼儿园 一个月两千多呀 一年好几万呀 花得起这个钱呀 好 就算你花得起这个钱 你把这个孩子送到幼儿园里面 会不会被老师虐待 会不会就像那个什么 红黄蓝幼儿园一样 遇到那些黑手 那些人渣 他们把手又伸向了幼童 那帮畜生 那帮牲口 他妈玩女人都玩腻了 你说女人要是成年了 是吧 想跟人发生这个关系 那是你的自由啊 在这那帮畜生 他玩女人玩腻了呀 他要把手伸向幼儿园呀 这种事情都敢有啊 光溜溜啊 叔叔光溜溜 这个都还记得吧 还有其他的什么 什么事情呢 那些残害儿童呢 儿童贩卖 知道吧 都知道吧 还有个彩生蛇哥 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啊 这说明啊 在中国呀 中国还会只要一丢 基本上就找不回来了 你看这个马路上 明明有这么多的摄像头 拍的密密麻麻的 他拍汽车违章 他一拍一个准 孩子丢了呢 从来没找回来过 很少 咱也不说绝对 很少 为什么 很难能 很难把这个丢失的孩子找回来呀 为什么拍违章拍这么准呀 因为拍违章有钱收呀 大哥 拍违章有钱赚呢 哎 那你要说谁家的孩子丢了 去去派出所报案 说我家孩子丢了 他为什么没人管 帮你找孩子有钱收吗 能赚钱吗 不能赚钱就没人管 在美国现在啊 美国现在丢孩子能找回来的机率 那达多少 达到97% 中国连1%都不到 大概也就是千分之五左右 那些孩子他们被被拐卖了 如果说运气好的 被卖到别人家里当孩子养 这是这是运气好的 有些人家里没有孩子吗 就买一个孩子过来养 这是运气好的 运气差的呢 遭遇了踩生舌鸽 这个你自己去去去去 去谷歌一下 是什么意思 踩生舌鸽 这是世界上最肮脏的产业链 世界上最肮脏的产业链 但是在中国现在还有市场啊 你反过来想 为什么在西方国家禁止儿童行企啊 他就是要把这种 产生舌鸽鸽的这种产业链啊 把它给给给给消灭在萌芽状态 你不能利用孩子去赚钱 你不能利用孩子去刑起 如果说有孩子有什么天生残疾了 是吧 有一些医疗保障 这是西方 是吧 不让孩子刑起就等于就打这个产业链他就活不了 没有这种产业链那么就不会就没有人吃饱撑着去去去去去去管卖孩子啊 这就最大的话的去杜绝了这种管卖儿童这种事情的发生 但是你现在再看看在中国上 中国中国那些大那些大街上 有这么多参疾儿童在在刑起 为什么没有执法部门去管一管呢 如果要去如果要去执法部门去介入这些这些这些参疾儿童这些呃 刑起的要钱呢 我跟你讲 一打一个准 一揪一大串 背后全部都是被人操控的 有盖王操控的 关键是你打击这个不赚钱的 是不是不赚钱的活 而且又没有造成什么恶劣的什么什么社会恐慌 那么警察他也他也不干呀 中国的警察他就是这样啊 你有钱有钱收我才干活吗 是吧 为什么喜欢抓嫖啊 抓嫖能发钱呗 又没风险 对吧 咱们说完说了这个高说了这个这个管卖儿童 咱们再说说其他的啊 现在国内还有还有还有一个一个情况就是说 现在这个戾气啊暴力之气特别重啊 有些这个变态吧 他专对儿童下手 一方面呢可能是因为这个因为很多年前激化生育导致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很多人都快40岁了还是找不到老婆 你要说他就嫖娼这个犯法 他的欲望被压抑了太久 他心里就扭曲了 他看到别人家小孩子活不乱跳的 他就羡慕然后就嫉妒然后就恨 然后就会向他们举起吐槽 还有一种人他是一种什么人呢 就是他社会上他受了欺负啊 他是弱者 他想去报仇想报复他也没这个胆 他报复不了 那怎么办 那他就只敢去欺负比他更弱的 那是什么那就是儿童啊 这种人啊他就是孬种啊 他就是孬种知道吗 现在有很多那个有些那个前段时间就是 早一段时间啊 这种风头最最最紧的时候 早上发生这种砍杀幼童事件的时候 幼儿园门口都贴标语 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左拐是政府 出门右拐是政府 这就是要告诉那些人渣 那些那些畜生 你放过孩子吧 你算算你算了这个孩子呀 他从出生到长大 得经历多少磨难才能顺利的长大呀 你要是再往后说 那就是说的越来越多了啊 你想想上了小学以后 上进了学校就开始讲长城精神 就开始给你的孩子洗脑 学校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那种校园霸凌 各种拼爹 像陈小果啊 还有各种各样的就是你孩子 你正常的孩子送进去 你出来就不健全了 被洗脑被欺负这都有都有都有很有 洗脑是肯定的啊 被那种被校园霸凌也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这太多了太多了 那说了这么多 那我就问你啊 如果你的孩子在经历了啊 我刚才说的那么那么那么几种情况的其中一个 你怎么办 如果你的孩子遭遇了假疫苗 在学校里被欺负 在医院园里边被老师欺负啊 你怎么办 其实我问也白问 其实我也知道 一旦摊上事啊 你们也没有办法啊 都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孩子 这是一个很无奈的一个现状啊 你在国内就是孩子你遇到那些事情的时候吧 你没有办法给孩子找回公道的啊 第一个你没那个权利 你没那个实力 你没那个势力啊 百分之九九的人都是老百姓 第二个呢 你手里没这个 你手里没家伙 那讲到这了 咱们就讲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啊 就像国内有一个盲人歌手 周勋鹏他那个歌里面唱的啊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跟歌词里面写的明明白白啊 如果你的孩子有什么 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 大多数人我觉得还是什么呀 忍着 含着泪忍着 没有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 但是呢 你孩子就含着泪忍着 打 萌牙被被被打落了 沾着血 吞到肚子里面去啊 是吧 少数的人呢 可能是什么 就是说呃 孩子在学校里面被欺负了 是吧 老师不管 哎那个 他的对方的那种家长也不管 哎 前段时间不有新闻吗 说这个这个家长 冲到冲进学校里面去 把欺负他孩子的那个小孩给弄 弄了 哎 是吧 这是少数人 很少有人敢这么做呀 他这么做之后 他这个家庭也毁了 哎 孩子受欺负 爸爸坐牢 剩下他妈妈带着他 这就是一个单亲家庭了 大多数人 大多数人还是是就是说忍着含着泪 忍着 牙 没牙被打落了打打掉了咽肚里去啊 活着才重要啊 哪怕像狗一样活着跪着活着活下去 这就是中国人的生存现状 这也是我们的孩子 他的生存空间 成长空间 现在大家都明白了吧 明白我那个开头讲了 我那个朋友 他为什么不要孩子了吧 你现在你再开放二胎开放三胎 别人不愿生了 什么是开放二胎开放三胎呀 那是种韭菜 知道吗 种韭菜 韭菜不够用了 得再种一批 那你们再继续生 废话 大老子傻呀 生也不带国内生了 今天的视频也聊了这么多 那我就是请大家你想一想啊 咱们其实每个人都特别爱自己的孩子 没有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 那么得思考一下 怎么样才能为孩子创造出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 让他可以生活在蓝天白云之下 无忧无虑的成长 这是一个 在这个儿童节 大家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